這十年看起來這樣觀賞下蠻熱門的 不管是在種類品系數量或者是參與的飼養者 有氧觀賞下的請舉手讓我看一下比例有多高 好 請放下 那看起來廠商還有很大很大的市場跟發展的空間 那什麼叫做觀賞蝦 有沒有人能夠跟我講說 你所知道的種類觀賞蝦有哪些 他的舉手舉手就有紀念品可以帶回去 什麼 有印象 有印象 還有呢 你已經拿過了 玫瑰蝦 拿過還有機會但是我們先給別人 還有什麼 五行蝦 五行蝦 糟糕你答了很多的答案 水晶蝦 黃金米蝦 巧克力蝦 還有呢 櫻花蝦 櫻花蝦 他說櫻花蝦也算不是吃的嗎 吃有吃的櫻花蝦 那在觀賞蝦裡面 確實 比如說玫瑰蝦 極火蝦的前身 有一段時間我們把這個都櫻花蝦了 但後來不叫做櫻花蝦的原因 就是因為都高了 那如果再請各位回答下去的話 坐上那個很快就沒有 因為你會發覺就剛才各位 談論到的蝦子之外 有很多包括了 熬蝦 包括了 藻蝦 還有很多不同的品系 什麼叫不同的品系 剛才有一位童話都講說水晶蝦 但是你會發覺 水晶蝦裡面 有黑白的 有紅白的 有金剛的 有九紅的 然後這些不同的顏色 或不同的圖案之外 它還有 禁止進入 甚至還有 滋滋碗 花頭 白區 魔書 一大堆講不完 那這個代表什麼 第一個代表 市場很大 第二個代表的是 潛力無窮 不管你是業者 或者是愛好者 不管你現在已經 在家裡面已經是一個 下房的規模了 或者是 你打算今天看完之後 再決定自己要養什麼蝦 我覺得這個都好 但是顯而易見的話 你會發覺 以往的 觀賞魚 怎麼在裡面跑出了蝦子 而且你會發覺 蝦缸 通常因為蝦子的特殊性 再加上 我們通常是為了 繁殖為目標 或者是目的 所以你會發覺幾乎不養其他的蝦 唯一跟它陪襯的 可能是少部分的罵類 或者是 苔藓 或者是水草 等等這些事 觀賞蝦為什麼迷人 下一張 觀賞蝦為什麼迷人 但怎麼是兩張魚的圖片呢 對不對 左邊的是井裡 右邊的很小 但是你一約可以看出來它是金魚 我們談蝦 為什麼要談魚呢 你要知道 井裡有幾種 它就只有一種 你會講說 整眼說瞎話 明明就是很多種 這個叫做品系 這個叫品系 你如果品系下面再去分的話 兩井獵人會跟你講說 世界上找不到一隻 找不到兩隻 一模一樣的井裡 確實如此 就算是雙胞胎 人類啦 人類雙胞胎 我們常常會搞混 但是還是不一樣 那你要知道 一隻的井裡 在今天 有了上百種的品系 有了上百種的品系 有紅白 有大鎮 有昭和 有貼蜂 有鮭 有鮭石魚 有孔雀 有葡萄衣 有白血 一大堆 但是它就是一條魚 它就是一種魚而已 同樣的 鯨魚也是啊 鯨魚是從我們吃的鯨魚裡面 突變在不斷改變出來 但是他們今天都成為 冷水性的觀賞魚裡面 最著名的蛋白 日本人在玩井裡 日本人在玩井裡 泰國 馬來西亞 台灣的愛浩子 也都在玩 很多人說 這是華人在玩的觀賞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歐洲的荷蘭 比我們玩的還瘋 以色列的產量 比台灣還是大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寵物 或者是休閒魚的產業 好 如果你有這樣的概念 我們剛才講的那些不同品系 或者是個體的水晶蝦 它不是就是符合了 這樣子的一個的特色 或者是我們的期待嗎 好 下一張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張圖 但是這是一個 國外的插畫家畫出來的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水晶蝦的專業繁殖者 你一定會在裡面 舉出很多的錯誤 或者是不適當的地方 但是對於一般的愛好者而言 你可以看到 這個蝦子其實就是一種 但是它從一種 或者是特定的機種裡面 延伸出來的什麼 中間的這個叫做台灣壁 就是台灣的密封箱 台灣在過去10到15年的時間裡面 從來自於歐洲 從來自於日本的水晶蝦裡面 開創了我們自己很有特色的 酒紅啊 金鋼啊 等等這些水晶蝦 那右邊的這個是日本的系統 左邊的是歐洲的虎蝦的系統 那它在今天有更特殊的 比如說像拼頭啊等等這些不同的品系 跑出來 這個圖是不是就很類似 我們剛才看到禁運過幾年 所以蝦子之所以迷人的原因就在於說 我們今天也可以開胸腹很驕傲的講 全世界找不到兩隻一模一樣的蝦子 對不對 它一定會有性別 型態 特徵 包括色彩或圖案等等這上面的差異 好 下一張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叫做觀賞蝦 很多人都認為很漂亮的就叫做觀賞蝦 確實如此啊 我們看觀賞魚 不就是這樣子嗎 顏色越鮮艷奪目的 體型越特殊的 甚至是數量越稀少 越罕見的 或者是符合我們 比如說在會場有展示的也有比賽的榮語 它不就符合我們對於不只是休閒娛樂 還有寵物飼養 甚至是什麼 華人很重視風水 所以我要有這樣的生物飼養在家裡 滿足我各式各樣需求 但是你會發覺喔 下面這一隻 這個是產在印尼蘇拉威西的一隻小型的蝦 很漂亮 它稱為觀賞蝦當然當之無愧啊 但是上面這一位 看起來好像不成這樣 它也叫觀賞蝦嘛 好 我們看下一張 比較容易說明 再下一張 觀賞蝦 你有沒有發覺觀賞性 觀賞性當然指的是它的顏色 圖案 這個叫做觀賞性 觀賞蝦之所以被稱為觀賞蝦 當然就來自於它漂亮的身體 我們來問一下在座各位 有人養蝦子 但是不是為了它的漂亮的目的 有沒有人 我不是因為它漂亮去養它 而是我另有別的目的的 處找很好的答案 還有呢 這個答案正確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但是好像聽起來有點殘忍 就是我們養這些蝦子的目的是 給別的生物吃 以前養短雕的人都拿黑口下來餵 以前養埃景神仙的人都拿黑口下來餵 為什麼 因為吃完就頭好壯壯甚至可以反吃 但是你要叫它拿那些漂亮或特殊甚至昂貴的蝦子 它們一定不願意養 那你養蝦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你剛才舉手 給自己吃 這個媽媽很有意思 然後你要先養個構子 然後他弟弟是這種體型 如果是我這種體型你就找到了 所以你會發覺 觀賞家的另外一個目的是什麼 它具有功能性 在做一定有人飼料一次都餵很多 多餵的飼料怎麼辦 拿網子撈 拿水管吸 那個都是講好聽的 大部分人睜隻眼閉隻眼明天不要餵就好 你不會把它撈出來 魚死了怎麼辦 撈出來嘛對不對 那當然也是講好聽的 魚通常是卡在過濾器那邊 或卡在沉木石方面 你怎麼撈 想撈 但通常手還要弄濕 然後還要很臭味 沒有關係 兩三天之後就有點不見鬼心了 所以有人養蝦子是為什麼 吃殘餵 吃生物的食品 甚至是控制水質 那除此之外呢 你會發覺蝦子所擁有的 我們講的變異性 什麼叫變異性 你可以在會場上面看到各式各樣的水晶蝦 那邊有比賽 有紅白的有黑白的 但全白的現在已經不流行了 然後現在流行的最好就是拼頭 很特殊的顏色跟花紋的組合 但這些東西你都可以藉由 反養殖培育選態或者是育種 在你手裡面誕生 所以你會發覺 觀賞蝦之所以吸引人 也有一部分是因為這個原因 它的多變性或它的活養性 好那我們回到上一章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講的觀賞蝦 其實絕大分子指什麼 你會發覺 會場的觀賞蝦都是小小的 都是小小的 那個其實是池子佳科裡面的米家族 或者是新米家族 或者是新米家族